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分之二 三若袭人 十分之一二若行闻 抗战爆发之后 蝴蝶的丈夫潘友生一家去到香港 他们的日子过得也算是幸福美满 谁也没有想到 因为三十箱珠宝的丢失 却是蝴蝶人生转折点 戴笠和民国影后走在了一起 直到戴笠死于空难后 蝴蝶才重用回到丈夫潘友生的怀抱 蝴蝶退出影坛后 先在台湾住了几年 后来移居加拿大温哥华 1989年 蝴蝶并逝于温哥华 享年八十一岁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处作者